国际残疾人日的由来 每年的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据了解全球共有6.5亿残疾人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% 其中80%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国际残疾人日的由来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1976年为放弃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 联合国大会宣布1981年为国际残疾人年 并确定了全面参与和平等的主题 后来第37届联大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宣布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10年 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活动 增进人们对残疾人的理解和尊重 在1992年的时候 联合国通过了创立世界残疾人日的决定 把每年的12月3日设为国际残疾人日 自国际残疾人日确立以来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 世界各地在保障残疾人权利 和建立无障碍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there we go good good good